国际长张伍修教授 要来跟我们讲一个健康势能的一个议题 那我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张伍修教授 张伍修教授是这个哈佛大学的 公共卫生学院的癌生化的博士 那他在WHO也任职过 然后还是我们的监察委员 那很高兴他到底细来 担任我们的国际长 那今天他也要给我们一个 除了大家平常在工作之余 还有一些工作事务 是我们可以去扩展我们的视野的 那这个就是健康势能这一块 那同时他是亚洲健康势能学会的 创会秘书长跟理事长 那也是世界健康势能学会的 前副理事长跟现任的职位 那也是台湾健康势能 跟沟通学会的监视 我想他的学经历非常的丰富 那我们赶快来听一下张伍秀教授 怎么在让大家在健康势能这一块 有更多的收获 那请大家热烈的鼓掌欢迎 好谢谢 谢谢李副院长 还有谢谢张彬的同仁 还有线上所有的同仁 我到张秀船来 然后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跟大家报告 然后分享 非常非常感激 那因为是自己家人 所以容许我讲的就跟到外面去 其他的学校或医院讲的不太一样 因为自己家人要讲家里的话 那所以有一些可能 这个也把我做这些 推动这些事情的心情 也跟大家说明 那因为我是在1998年 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了教授 这个医学院教授 然后苏安教授 我记得有一个 医界前辈叫林瑞雄 林瑞雄 教授他拿了两个博士 他跟我讲 他第二个博士 第一个博士是流行病学 第二个博士是 这个遗传学 哇这个医界前辈真的是很强 我在想说 那应该再去拿一个博士 那或者是再拿一个教授 到底是要做哪一个比较好 那后来我就 很奇怪就跑到行政部门 去工作了差不多将近十年 从2000年左右 一直到2009年 才离开这个卫生署的工作 那包括其中有四年到日内瓦 跟欧盟去工作 那这个代表卫生署 那我这个追随了 追随了好几个这个部长 最早的当然是 这个最早当然是李明亮署长 那后来图醒哲署长 然后后来陈建仁署长 陈建仁署长 接了一段时间 后来相处最久 应该是侯胜茂署长 那大概跟他跟了差不多三年多 前前后后在台湾 在日内瓦在欧盟等等 那所以有时候 也受到他们的教诲 那我2009年离开欧盟 回到台湾 觉得说在政府部门太久了 应该还是回来当医生跟教授 所以我就到北医 又碰到邱文达当校长 所以那他给我很大的支持 跟改变这个工作 那因为我早年做的研究 都是做癌症生物学 做基因突变 做邮林辐射 做自由基 这是我的博士 然后在台湾也做环境流行病学 辐射防护等等 那这个随着社会啦 需求等等 慢慢有一点改变 那我就在思考说 那要创造学术生涯的 第二个事情到底是什么 结果我在2010年的时候 刚好欧盟有一个 马斯锤克的大学的 叫做Hemmerbrand 他是德国人 但是在荷兰的大学当教授 他是个医生 也做过德国的一个卫生 一个省的卫生厅长 那我在欧盟工作的时候 去拜访他 结果他受邀到台湾来 做一个全球卫生论坛的演讲 那我就说 Hemmer那你现在在忙什么事情 他就说 我们等一下要演讲 是欧洲 整个欧洲八个国家 进行健康势能的调查 健康势能 健康就是Health 势能就是Literacy 简单讲 就懂不懂的健康 那我说 奇怪我做教授 已经做N年了 怎么第一次听到健康势能 Health Literacy 这蛮奇怪的 那怎么会 这个我们在学术领域 还有不懂的 没听过的 那后来我就觉得 第一个是很惊讶 第二个是很兴奋说 哎呦 这种东西 两个东西把它合在 一个健康 一个势能 那势能 大家都知道 做教育的人要念书 小孩子要 要试字 要会沟通 会写文章 会看得懂报纸上 或是媒体上写的东西 这就是Literacy 就是知识 知识的普及力 可是健康跟势能 会合在一起 怎么没有听过 在大学教科书也没有教过 那后来才慢慢去了解说 原来在 美国NIH在2000年前后 就推动一个很重要 大家都很熟悉 叫病人安全 patient safety 那patient safety 推了十几年 在美国NIH IOM推了十几年之后 发现 有进步 医院都有进步 病人都退步 没有进步 不是退步 那么他们就做了一个 做了几个调查 包括在Jones Hopkins 可能在Mayor Clinic 这些大的教学医院 去给他做分析 说 100个病人 从这个大教授主任的门诊 看完病 出去之后 就在门口做调查 好像寻举之后 试掉一样 结果 美国 2006、07年左右的研究 发现 100个病人 50个病人 答案都错 本来说是 关节退化 结果他说是 骨头起醒之类的 50个人 100个人 50个人 没办法讲对 那你如果再问这个病人 说那医生刚刚跟你讲说 回去要怎么做 更多的比例人 都不知道刚刚那个教授 在讲什么 结果美国的教授 看门诊 不太会讲话 还是讲的 人家都听不懂 所以美国IM就发现 这个很严重 病人安全医院的设施 医疗人员的照顾 有改善 可是病人 还是一窍不通 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另外一个动作 就是Health Literacy 开始推广健康势能 意思就是说 即使我们医疗 医疗提供者 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想要改善病人的安全 病人的健康照顾 或是护炎等等 病人如果没有上来 肌同压奖 没有什么效果 那我所以是后知后解 我就决定说 这个事情值得做 那那时候 那时候这个 想要就做这个事情 在台湾做这个事情 基本上我们就跟科技部 威护部申请的计划 可是我觉得说 做这个事情已经 以前我已经做了N年 N次了 所以在做的话 应该要不同的方式 我想说 那就把它成立一个组织 成立一个国际组织 那么这个 所以 那为什么要成立国际组织呢 因为也受很多年在 国际上工作的影响 就是我们都要参加 世界卫生大会 拜托啦 阿伯啊 给我们参加一个观察员 啊嗯啊 拜托啦 到处去磕头啊 那就是 那你自己当年退出来嘛 所以我在想说 如果有机会 我们弄一个组织 让人家叫我们阿伯阿伯 是不是有可能啊 当然那个你要用国家的机制 机器不太容易 但是用私人的方式 有没有可能 所以当初呢 就碰到一个贵人啊 就是大家都认识的 石耀堂教授 恐怕他应该也是大家的好朋友 那石耀堂教授 已经从北宜退休 那他在美照基金会做一个顾问 那我就说那我们一起来做吧 所以我们两个一起 我说秘书长他做第一任的理事长 我们就开始成立 可是要成立这个组织啦 说起来容易啦 那要找钱 要找人等等 找钱他比较有办法 找人我比较有办法 所以我们就两个凑在一起 花了很多时间 那么2013年在北宜办 第一次的会议 等一下最后会谈到这个 怎么样形成 那所以当初就是想要成立一个国际组织 然后就在日内瓦成立 那我跑到日内瓦去 然后找一个很好的朋友 把这个牌挂在日内瓦 那么那这个是第一次会议的 在北宜办的曾启瑞啊 等等很多的一届的 包括外交部的一个礼宾师的师长 他以后也都定起来 那我们办这个会议啦 没几年之后我就得了一个奖 我只是想说在台湾做教授不够啊 最好到国际上做教授 所以我好多哈萨克啦 印尼啦 越南好多客座教授 包括美国 可是得奖 总是要得一个小奖 以后才会得诺贝尔奖嘛 所以刚好美国 和UC Irvine有一个国际组织 就专门在推动健康势能组织 他们就颁给我们三个人 所以我们在2016年 成立世界健康势能学会 那这是丹麦的这个 Christine她是理事长 那这个Sabrina 是波士顿美洲 美国TUPS的教授 那我是唯一的亚洲 那得奖这个得资完全没有 也没有去游说 也没有去 这个没有靠心意 原来是没有亚洲 这个国际组织 不可能成功 所以因为我们亚洲 先成立 我们是2013就成立了 那欧洲跟美国 要争取这个组织 成立了 已经抢了很多年 那她发现亚洲已经起来之后 她不成立的话 恐怕会被亚洲抢走 可能我也不会让他们先成立了 所以就 就大家讲好 就把它成立了 成立之后我们就得了一个奖 当然这个奖并不是说 我们做了非常多 至少把全球对健康势能 有研究教学的机制 把它合在一起 那好 这个补充背景讲太多了 那么健康势能 其实是 我们今天要谈都是 面对怎么面对 病人的健康势能 医生的健康势能 医来人的健康势能 这无庸置疑 都很好 只是病人很弱的时候 我们怎么讲 那今天主题跟 这个决策共享有关系 那决策共享呢 美国人创造出来 民主社会制度 就决策共享 就是 以前都我们做决定 他接受我们的决定 决策共享就是 我跟你一起做决定 我把我的责任分一点给你 那你喜欢参与这个决策 所以你就得到这个 你就得到这个权利 那在决策共享的过程中间 我们不可能说 不了解不沟通之后 然后就做一个决策 一定是沟通了很多 那在沟通的时候 就把健康势能传播过去 所以现在伊测会在推动 这个决策共享 我相信诸位都非常熟悉 可是他一个先题就是为了让病人 或是家属的健康势能变好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先前 是健康势能的议题 然后再走到用一个方式 用资源这个决策 共享的方式来做执行 那健康势能 它是一个软体 是一个概念 就像一个比特币一样 你是看不到的 可是他如果病人的健康势能好 那他就会产生比较大的价值 所以他是一个软体的 那有很多这样的报导 对我们医界来讲是 都是警惕 那我用比较近的 伊改会所用的资料 大家可以看起来 从民国95年到107年 这十几年的伊改会的资料 发现我们国内的医疗争议案件 那当然有各种分类的 有卫生署版的 有民间版等等 整个看起来 97年左右就大量快速增加 一直到102、103年 那做了一些改变 应该有做了一些改变之后 才慢慢平稳下来 可是会不会越来越下来 不过这两年当然是下来比较多了 因为这个争议这两年是变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各个地方的这个比例 我有发现满有趣 这个是伊策会 伊改会的资料 医疗纠纷 那如果我们来看彰化线 彰化线的调除 这103年调除成功的力是差不多三成左右 整个彰化线如果有争议调除三成会调除成功 其他就进入程序走到底了 就没有办法停下来 那不晓得大家觉得这是高或是低 三成而已 所以表示有六成会走到 那如果医疗人员差异这件事情 会走下去 那如果你看这个台中市的话 更低 台中市 台北市33也都更低 新北市61%会调除成功 比彰化 比台北台中 还要多一倍 为什么呢 大家一定有认识的人 在新北市开业等等 所以这个其实在整个医疗纠纷的条组里面 是新北市的人比较 是到底是什么样情形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花莲这些地方 那依据他们资料 他们说 这个先分形式跟民事两个 那形式的话整形外科第一名 纠纷案件第一名 第二名是大外科 其他的护理也常常站在蛮高的位置 那么像中医科最安全的很少 那这个化身的地点 在行事的话诊所多 那么有罪的地点也是诊所多 所以单独出去开业 其实是风险高 不过这个里面没有谈分母 只有谈分子而已 那这个法院判决结结果 没有罪比例大概占了四成 那事实上有罪的占了六成 所以这些都是有争议产生的情形 我们来看民事的话 骨科就占第一名 骨科神经外科牙科护理 护理机构也是在民事里面蛮多的 那医学中心区医院多 在民事就可能这厘子比较大 这很多很多这个病人多 那他们也会想要去进行这件 这个纠纷 那最后要说的就是这个 那么 民事赔偿原因最多是违反告知 说明了义务 有两成多事 然后医疗处置舒适等等 反而是占比例 所以其实有一个 民事在最后的判决 是说 没有讲清楚了 那就回到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 我们常常跟病人讲得很清楚 不是都说得很清楚了吗 可是有很多 这个是有实证 就这么多的案子 都来自于没有讲清楚 那讲清楚有那么困难吗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 在这个跟家里的人讲 公和禽兽真的有困难吗 那这个是以前的报道 发现就是说 有很多的这个组织医师的压力来源 最多的我们看一下 随时可能爆发医疗旧婚 或者来自于病患家属的压力 就是他们会问一大堆东西 当然病情的反而是比较少 所以其实我们的很多压力 是来自于跟病人中间的互动 而不是那个病本身 所以病有时候不是那么难处理 是病人跟家属比较难处理 所以呢 医生会为什么把 这个医病共享 决生纳入医疗评鉴 这个当然也是来自于病人 安全来自于避免医疗纠纷 来自于健康势能提升的整个过程 那为什么这个医病共享决策 影响医疗品质 刚刚已经有说明了 就是说在决策过程 我们为什么 如果要达到 有一个共识决策 我们要花很多时间 去跟他说明 在这个说明的时候 就增加了 病人对这个事情的了解 简单讲 就在提升他的健康势能 所以这样子我们双方在 如果用法律的素颜来讲 双方的意见越来越接近 能够达到共识 那大概问题就非常少 所以这个延期是来自于 因为从美国 从健康势能的发现有问题开始 那跟病人的健康势能 当然有关 那所以以前我想这个 这个医病决策决策 大家二所能详 常常就 常常这个生病的人 然后他家里就跟医疗人谈说 这事情不知道要怎么讲 不然最后暂时不要跟他讲 等等 那当然现在的情形不一样 现在就是说 OK 直接跟病人讲 那当然这个过程也蛮复杂 不是说我们想要怎么讲就怎么讲 因为我们有告知 不过怎么样告知完整 是很复杂的 那这边分享一下决策共享一些 基本的想法 应该大家已经熟悉 医疗照顾提供者和受照顾的病人 共同做一个决定 共同做一个决定 就像以前爸爸说 明天这个要去哪里玩 或是要去扫墓 大家都点点 虽然有的就起床就不起软 有的就是落跑 说老师要去学校补课 那所以这个 那以后 以后就是要一起讨论 那你明天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选一天 搞不好前一个礼拜等等 所以这个决策的共享 就是一起做决定 达到共识 也越来越符合 我们社会上的一些行为的需求 那这个决策共享 是以病人为疾病的照顾中心 什么叫做以病人为疾病照顾中心 这个决策以他为坐牢 为他为主人 那医疗人员跟病人在进行医疗决策前 医疗人员依据实证提供病人和家属 跟关系人 关系人就是家属旁边的这些人 可以考量的选择 我们都告诉他 大概要怎么来做 不要用这个好了 那病人提出价值观 病人听完这些时候 他的期待跟考量 他下个月要出国 或是他要准备要升迁 或是他有个论文还没缴等等 那我们要做医疗的时候 他就要考虑他怎么做 那医疗照顾提供者 跟病人共同做最后一个共识 这使病人做出符合 其喜好和利益的医疗决策 所以病人喜好跟利益 不见得是医疗的最好的利益 不见得医疗最好的决定 不过因为病人的因素加进来了 所以好像病人带着走 病人为核心 所以这个变成就是更加的复杂 那这样的过程呢 提升病人的健康是呢 管理疾病的风险 意思就是我们利用说 共同来做决定的来教病人 讲难听教病人 或是辅导他协助他 慢慢从这个困难中间走出来 那我们来讲 我们是一个地区的区的教学医院 我们在做医病共享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面向 更大 那我们有很多长照据点 目前在扩展 我知道中医部也有很多同仁到 社区去做指导等等 所以这个决策共享 跟健康势能两个 将来会互相走得非常非常密切 那我就 那我这以前我在美兆的做演讲 就是跟他讲 为什么会 这些事情会跑出来 这个也超过我们的医疗行为 就是医疗行为行业发展越来越多 人越来越多 人的寿命越来越长 慢性比越来越多 所以一个人要被照顾的成分 质量 不质量 数值也越来越复杂 所以 这个病人要接受的各种的资讯 越来越不是他能够消化吸收 再过来医疗的困境就是说 我们的行业科技也进步越来越多 那这个大家对希望工作的时间 不要那么多 待遇多一点点 那这个都是形成 那我常常讲说 现在医院越盖越多 医学院越盖越多 医疗人越来越多 可是病人也越来越多 好像没有把问题解决 所以要管理这么多 越来越多的病人 然后越来越复杂的疾病 还有更复杂的 因为他年纪越大 他带的病也越多 所以这个整个一个病人 一个人如果生病之后 身上带的很多需求 资讯方面 就越来越难管理 所以你可以想见 这个现在的人如果生病 真的是很辛苦 本来就生病就很辛苦 越来越辛苦 所以健康是能简单讲 就是一个人或是一个病人 他需要的健康的知识 去知道这些知识跟去管理他的行为的这个能力 所以健康是能不是卫生教育 卫生教育 有人说卫生教育就可以改善了 卫生教育强调是我怎么交给他 那健康是能是强调说他懂多少他可以做多少 你教他之后他可以去钓鱼 他可以钓很多 这个看网络手机得到很多健康的知识 所以健康是能是存在那个人的 户头的健康知识管理的经营的能力 其实健康是能的能力跟我们想 有的人会玩股票 人会买房地产 人会投资基金 有人会法律的一些行为 会去执行等等 这个都跟一个现在国民的基本知识很类似 只是如行如隔山 那个工程也有很多很复杂的 我们也不太容易懂 那在跨领域的时候就常常会面对一个问题 我想诸位大家也听到 我们自己在讲的时候 我们讲得非常流畅 我们用很多专业术语 很多简称 可是你一旦跟另外一个工程法律人 坐在一起 那他也讲他的 那他对我们的完全的 我们就加个人就完全都跟不上来 所以这个就是专业中间的术语 是可以的 可是你一旦放到一个专业之外的人 比如病人或是相关的人 他就非常非常痛苦 我相信大家有类似的经验 如果我们去跟律师或是工程师 或是会计师讲 哇 他也讲很多 我们都听不懂 如果他就欺负我们 那我们就会非常的痛苦 所以健康势能是不只是知道 而且他是经营管理 不断会更新 所以他是一种获取 拥有健康的知识 提升健康的价值观 然后追求健康的能力 所以不只是知道 而且是要能够应用它 那就很多人说 那念很多书的人 是不是健康势能好 不一定了 台湾的研究也发现 那所以呢有很多争议 有很多争议 医疗跟病人中间的 不能讲争议 沟通不好 或者是知识的落差等等 其实真的是蛮多 当然台湾这几年改善非常多 我听说中国大陆就不太一样 就是我以前 我在越南的时候 碰到很多中国大陆病人 哇 很难处理 非常难处理 所以这个想法 在这个医疗行为 在不同文化中间 很大的差异 那有很多是开错刀等等 那在这个当然是对岸的 他们就是病人 一旦生病之后 要在这个医院里面 转来转去 医院之间转来转去 那包括有些医院 就拒绝看某种病人 台湾当然这些情形少很多 所以极端的例子 就是说医生跟病人 在中国大陆在对的时候 其实都好像在法院上面 准备将来要告医生 等等 当然台湾在十几年前 是也蛮严重 也蛮多的 那最近几年 慢慢就把它改善过来 那医院就开始 卫生福利部就提供 病人的权利 讲病人的权利 说病人到底有没有权利 那其实是要教他们 要教他们 所以虽然这个纸张上面说 你要这个病人要跟医生讲 哪里不舒服 有没有特殊的体质 我生活什么病 不过大部分人 不会记得这么多 所以他们只是要鼓励 他们多讲自己有什么状况 我们的服务系统里面 已经都有部分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决策共享 或者是健康势能里面 谈到一个就是过去 病人跟社会 跟医疗人员中间 其实是紧密相扣 像总裁 以前在彰化 开始做这些医疗的时候 跟病人的家属 好得不得了 这个不见得是因为金钱 而是说他们的感激 互动 可是现在医疗机构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多 这个医疗机构越来越大 社会呢 这个介入的情形也越多 财务的法律等等 病人常常就会变缩小去的 就被分离被割离 这个就是会产生 那这样的间隙 这样的空隙就会产生摩擦 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 所以健康势能呢 健康势能讲简单就是 获取跟拥有健康的知识 提升健康的价值 然后追求健康能力 所以他强调是一种能力 所以强调是一种健康的价值 所以我们要教协助病人 把他的健康势能变好 不是健康知识变好 而是健康知识的管理能力 跟经营实行的能力 所以跟学问学位没有关系 有很多人 包括在足科很多人 学位很高 学问很高 可是对健康一窍不通 大家听得蛮多的 所以健康势能 一般学校是不教 而且不太容易教 最容易获得健康势能改善 就是跟医疗人员 在对谈的时候 来看病的时候 或是陪病的时候 他的进步会是最多的 那这个当然是早年 这个开始讲健康势能说 就是哇 哇 医生去开了开一堆药 这个说明书那么小 你要读到懂 哇 这就很困难 那所以很多病人 就一堆药 其实我们自己都有经验 我父母亲也是 他们去拿一面药 那台湾的情形是很特别 台湾你看了一个不够 又再去看另外一个 那所以拿两面的药回来之后 我妈妈以前这个小毛病 结果去长庚 哇 拿了一袋子 一行李箱 他要去看领口长庚 回来就是一个小皮箱的药 我说你的腰拿出来 没有办法处理 这个是太困难了 所以我们确实是 以前呢 这医疗机构没有注意到 会造成病人很多的困扰 那么所以呢 病人在生病的时候 他健康时候或许还好 一旦生病之后 就会困扰在这个怎么做决策 那好的健康势能的人 就是他获得这知识之后 他有很好的 有一个系统方式来处理他 他已经会管理他了 那健康势能不好的人 就会这样一头雾水 困在这个 困在这个网里面 那一下谈一下 诸位照顾的朋友 或者病人或家属 他们健康势能不好 健康势能不能 那到底什么增后呢 那这个是美国的 那台湾的不太一样 这个文化不同 我忘了我的眼镜 比如你来 要来拿药 要忘了眼镜 你要看你拿一个东西 买个东西 上面要注意看它里面 他忘了 表示说他忘了说 他如果没有看清楚这个东西 他带回去的话 可能会有问题 那这个再过来是很多 来看病的时候 口袋装了好多各个 不同医院的药单 就皱皱的打开 他这些一定搞不清楚 因为他没办法整理这些 过去提供 别人提供的医药 这些资讯 所以常常就没办法处理好 然后你跟他约诊 常常都不来 就像我们曼星鼠王谦 不去哪的 是不是同一个医院 不知道 但是如果不去哪 大部分的就是有问题 健康是能有问题 或者开给他 为什么不拿 花了钱等等 所以这个 还有病人很少问问题 大概都有问题 不问题的 没问问题 大概都有问题 所以其实是要鼓励 他们问问题 而且有些问题 上次上个礼拜来看过 今天护诊 上次跟他讲同样的问题 他又忘了 所以表示上次都没听懂 所以没有进到他里面 所以他也讲不出来 他就是不舒服 但是讲不出来 他到底哪里出什么问题 所以这些都健康是能不好症状 那比较整体来讲 这些健康是能不好的人 很少做出有益健康的选择 比方抽烟的人 喝酒又去开车的人 这个都健康是能不好 为什么 他不知道后端有一个危险的事情会发生 那选择高危险的健康的行为 我记得以前我在这个 这个 同仲合 我在R1的时候 曾经在同仲合几个月 哇 那个清水的那个风泡 风泡 哇 那天晚上很多人跑去 淹水 淹水 哇 炸那半夜 炸了一堆 炸了一堆 头破血流回来 他不是说明知山友虎 还是偏向虎山行 这就是没有健康是能 那这种 这种社会文化的行为 怎么样保护 当然后来 或许慢慢比较好一点 那这就是健康是能不好的情形 那缺少自我健康管理的行为 增加住院的几率 所以健康是能不好的 整个社会付出就是 加开钱 开很多钱 为了他 大家要多花很多钱 这不是只有台湾而已 那医疗人员 很疼的 跟你说过来都说不听 重复的 叫他往东就叫他往西 那就不知道去哪里 叫他来他不来 所以这些都是健康 性能不好的情形 当然还有很多不好的增厚 那这个时间关系 我们就稍微接受 那其中一个就是说 他跟医生的沟通 医疗的沟通都不好 你跟他约他不来 然后叫他应该怎么吃 要他不吃 或是乱吃 那拿了之后又去拿别的 他拿了很多之后 就不知道怎么吃 所以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那这样的人如果轻病 或许还好 如果重病的时候 哇 就很麻烦 他自己耽误自己 等到赚回来的时候 已经 错失一些良机 所以我们常常讲 健康势能是健康的保护伞 下雨的时候 要拿一个好的伞 好用的伞 来保护 那我们怎么给病人一个好的保护伞 这个我们医疗人员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那以前呢 以前的人寿命比较短 健康的情形 没那么复杂 以为那年纪轻的时候 年轻人健康势能多数都不怎么好 不怎么好 因为不甩 当然医疗医学院的不管 其他的 他们不甩 这个 那个 这个 开很多开超跑 或者 那个 很快的机车 很多都是 他想说 不会 不过 证明结果 台湾一年就是要死3000个 在马路上这样走掉的人 那所以 年轻的人常常不愿意学习 那男生特别不好 多数男生的健康势能 比女生差差一两成 因为什么男生想说 我搞得很厉害 我的自己会保护自己 那我不所谓 那别人的 别人比较差的人会 我不会 那女生 大部分健康势能比较好 因为她们比较谦虚 女生在一起常常谈健康 男生在一起都不太谈健康 不好意思 说健康的问题 会漏气 女生在一起常常都是谈健康 所以女生这种沟通 自我学习的能力 在社群里面 其实他们是蛮强的 那这个 可是越来 越到年纪大的时候 这个健康势能不好的情形 就没办法应付健康需要 我讲一点世界各国的比较 那我刚刚讲欧洲在 2009年开始做一个大规模的调查 八个国家 那他们发展了一个健康势能的评分表 那欧洲版的 HREUS这个问卷很长 那后来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版 也变成泰文版 越文版等等 所以这是这上面八个 上面八个国家 包括波兰 荷兰 荷兰 这个爱尔兰 西班牙 德国等等 奥地利等等 那么红色就是这100个人 有多少个人不及格 就很差了 红色就是当死当的 那黄色是可以要补考的 那绿色的是还可以 已经可以满足了 他在社会上比例可以了 那深绿的比方说荷兰 这个深绿的话就是 非常好 健康市人非常好 所以他们在做这个评比之后 每一个人做很长的评估 那个评估文件 四十几题是非常难做的 一个文件调查 做完之后就八个国家比较 那就发现 荷兰是最好的 荷兰你看这个不好只有1.8 那26.9 三层左右 其他的六七层都非常好 那不好的呢 像什么呢 大家想想看 澳洲 奥地利很不好 奥地利大概四层六左右不好 健康市能不好 他们就很惊讶 你说奥地利人 吃分吃很多 吃学家 所以即使在欧洲这么先进的国家 健康市能好坏差非常多 这是一个非常欧盟花了好几亿 做了一个调查 所以非常非常严谨 然后结果也非常非常惊人 很多卫生部长受不了 哇 我怎么这么差 那所以表示后来 2012年 差不多七八年前 他们就开始做 大规模的投资 去改善健康市能 所以这是欧盟做的 那我们没有办法 像欧盟这样子做 我们在亚洲呢 先台湾先做 那整个来看起来 我看一下亚洲的情形 因为我们是亚洲几个国家同步做 可是做的就不像欧洲 那么有系统 他们是抽样的 那每一个国家1000个 我们是利益选量的1000个 所以不能够完全跟欧洲的比较 不过多少趋势可以看到 台湾大概44%的人 健康市能不及格 其实这个还可以接受 原因是大部分的国家 比较像台湾这种 这种经济水准的发展国家 也大概都是四成左右的健康市能 不怎么好 那有一成是死当 我不晓得大家看病的经验 有没有一成的人 哇 那很快 人家说很乱的 这个说都不听 就大概有一成 台湾的情形是这样 那这个结果出来 我在不同的地区做演讲 大家觉得蛮接近 就是有一些病人 这些很乱的 血沙沙都很难处理 那大概有四成左右 不怎么好 那这就要小心 所以我们在健康市能调查里面 做完之后就是 有四成的病人 你要很小心 你跟他讲之后 他都没在听 听不 不遵照我们的一些建议中 这个病人他就会到处跑 可能去烧香拜火 山上不知道 做一大堆奇怪的事情 所以这些是我们要特别 因为这四成的人 是在花我们很多的医疗费用 一个人会花到人家 两三倍的医疗费用 其他的六成不错 不要好的 我们说好的病人也好 或者好的 那我们呢 在亚洲国家比越南好很多 越南大概六成多 健康市能很不好 我们跟哈萨克做也差不多超过一半 所以在亚洲比较里面 台湾算是非常好 我们比马来西亚 比缅甸 比印尼 都好 所以在亚洲 我们的健康市人 台湾 可能因为健保 可能我们医疗的资源多 我们的医疗人员的素质 平管 这个方面增加 所以在亚洲几个 韩国没有进来 韩国他们没有兴趣 新加坡没有兴趣做 所以这个也看有的国家 那这里面有一个有趣就是 日本 日本东大曾经做一个研究 针对老年人 做健康市能 结果发现日本的老年 非常健康市能非常不好 那他这个是怎么问的 说 他们是直接用访谈的 问这个病人或是一般们说 那你碰到疾病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 那后来东大就他们出来 这个发表之后就出来解释 就说 因为日本老人很多 那他们社会福利做得很好 医疗照顾做得非常周到 所以定时 定时就按照他们的方式 去照顾这些老人 很多老人时间到早上 七点半住在门口 有车子载他去哪里 他也不知道 今天要去做什么 反正他就是坐着车子就去了 接受治疗 所以他们其实有执行健康的行为 但是没有搞清楚 为什么这样做 所以 这个研究的一个其中一个部分 蛮重要的是 我们不能够把病人宠坏 不要什么都帮他做 他还是要自己 自己学会说 今天他接受做这个事情 他的目的是什么 还是要跟他讲 如果你都取代他 这日本的经验 你都取代他 有一天 我们自己也没有配到 他就不知道如何是 那这样反而害了他的健康势能 那么这个是 这个 健康势能 到底受到什么大方向影响 比如说我们在海线 那这个是加拿大做 加拿大健保做得非常好 这个我们也知道 可是乡下地区的健康势能就很差 乡下系地区的 然后不止乡下地区 其实受到行政管理影响也蛮多的 不是只有乡下差 有的乡下还可以 所以健康势能好坏 当然受到教育有关系 跟经济有关系 那还有呢 其实如果有效的操作的话 健康势能会变好 那美国做的研究 年纪大健康势能就不好 这个是非常非常明显 年纪大的人健康势能不好 那行政资源像美国 他们各州在推动健康势能 有的州民主大州就非常努力 那整体的健康势能就会比较好 所以健康势能受到教育经济受到影响 受到医疗照顾体系的影响也蛮大 这是左边是比较新的 美国大概有这个7500万个人 他们的这个健康势能不够 大概有36% 这个是适当或者是要重考的 在美国大概36% 那他们就在问 为什么美国像这么非常重力的 这个而且非常昂贵 他们为什么要研究健康势能 他们就算说那谁付了他的钱 我刚刚讲过 健康势能不好 一天到晚 找医疗的机构的麻烦 一段不断的去使用医疗资源 那谁付 他们就算说谁要付这个钱 所以其实某一种层面 这个推动健康势能 国健署比较多 后来就影响到医测费 健保署 就是说要为了省钱 因为您确实有一些病人 确实浪费了我们很多 不需要的医疗资源 所以美国的研究发现 年纪越大 健康势能不好的人越多 那你会问说为什么呢 一定是 本来年轻的时候没什么病 他也没有认真去 如果家里有老人 你陪他这个小孩子 有时候会比较懂 这些健康知识 可是如果一旦没有的话 他就是自己一个人住在外面 等他年纪大 尤其是我发现 退休之后 没有在一个机构里面工作 他就丧失再学习的机会很多 那所以这个时候健康势能会 没办法来应付他新产生的疾病 所以年纪大是一个健康势能 要特别注意 那美国也研究发现说 糖尿病的盛行率 健康势能不好 糖尿病的那个族群的盛行率 就很高 好 那讲一下 那怎么样增加病人的健康势能 刚刚讲说医病共享决策 这是一种笼统的概念 那有很多跨文化的 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 当然现在台湾应该都改善了 就是说 你小孩子回去吃一汤匙 可是一汤匙 实际上一汤匙多大 大大小小差很多 是小大的 所以你不能只讲一汤匙 是多大的 那么还有说 以前都说 那早上吃 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 早上起床吃 可是问题是 早上起床的时间是不一定的 所以不能够讲早上起床吃 而是早上比如说8点或7点30分吃 这样就小小的 小小的那个事情 就会改善很多病人的 那这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建议 其实国建署 这是国建署的版本说 怎么样改善 我们怎么样透过医院的组织 来改善健康史呢 这蛮多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蛮受用 那当然在医院评鉴里 说他们也会用到 比方说网站 改善网页的导览 跟返回首页 那看一看就迷失了 开放使用者提问 网页开放使用者提问 提供常见的问答 这都有帮忙 那么电话呢 当然我们这边 因为call center做得好 可能没有这个问题 可是有很多公立医院 你如果打到某个什么龙医院 哦你会起死 那个细心录制并测试云 我们这个operator call那个接总机的人 常常态度都非常非常不好 那如果说他身体不好 那打电话去问说 要挂李医师王医师的 然后被臭骂一顿 我想他的病 不可能变好了 那给予总机介绍课程和训练 这总机的人也是要训练的 针对常见的问题 要有固定的回答方式 不可以说心理高兴的就讲好一点 不高兴就乱讲一通 讲的讲的 那医院的路口标识跟这个道路等等 有我们医院是还好 有很多医院其实进去就要迷宫 到现在还是 最明显是常德路那个医院 常德街的那个医院 那给予员工介绍课程跟培训 使用前选用语的指引 所以健康事能里面有一个情形 要讲的非常简单 提供病患的导引的手册 建筑标示 不能够平面要完整设计 那员工是为机构的代表 员工本身就是测试者 那给予前选员工介绍课程 前选用语 所以以下呢 有一些比较简单 我想诸位或许都非常清楚 五个步骤 就是要慢慢讲 跟病人家属讲 要慢慢讲 第二个 讲完之后 我刚才说什么 你再跟我讲一次好不好 我讲说明天早上八点 要到那个门口 那问他 讲完之后 你知道明天几点要到哪里 在哪里会合 所以这个是蛮重要 teach back 第三个要多鼓励他问问题 那个没问题就是有问题 真的要让他有问题 想办法他还挤一些问题出来 那你就知道他到底懂不懂 再过来用平易近人的语言 不要用专业名词 一旦有专业名词 就要想办法把它用成很简单 就是要画图 用电脑图示 这种的阶级 那第五个就是 要给他例子 比方什么样的例子 所以这个是他们在教说 怎么给跟病人提供 提升他健康势能 五个步骤 慢慢讲 让他问问题 邀请他回馈 然后用平显的语言 然后举例子 这是5s 那我个人 我个人在 比较喜欢的几个模式就是 困难的问题 简单问题就不用讲 困难的问题 困难解释 到底是要化疗放疗 或是标靶 或是干细胞 或者是要先外科的 哇 这个很困难 很难 而且金额很大 等等 到底用智慧的 还是健保 哇 这个都很大的困难的时候 最好一个人 再把他家里通通叫来 关心的人 那我们也知道嘛 常常到底要不要住院等等 家里很多意见 所以有家里陪非常重要 那我自己也 甚至有的时候碰到很困难 我就说 我录音给你听好不好 因为我怕他回去真的会讲错 然后跟家里讨论说 又乱讲 最后 也没有得到我的 没有听我的建议 那他回去也乱搞 然后再挫折一次 所以 我就说那不然你有手机 那录音给你 昨天有一个病人 我看他是很困难 我就必须录音给他 那如果说他要录影 在我们的许可之下 录给他 如果那个东西 你一个图要用 用图片 所以 那国建署王英伟在 做的时候 他对健康势能很提升 所以他就把它转成医院 健康医院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医院呢 就怎么样营造一个 增加健康势能的 价值的环境 那我是觉得 有一些 像我们医院张病院 其实很好 我们环境很好 空间很好 不会那么涌筛 那医生 慢慢慢慢照顾病人 这个我觉得我们的环境 应该是非常好 但是有很多医院 没有这样的好的环境 所以我们怎么创造那个环境 那世界卫生组织 不只是这个学会专业 政府组织也在推动 欧洲最强 那我自己 这是我跟马拉雅大学 欢迎的一本书 如果里面要看那个理论 当然里面它有很多 针对不同的 健康照顾的健康势能 最后讲一点 跟我们医院有关系 那我现在是理事长 那因为年底 我大概就会重改 选别的 那我们的副理事长 那我做这个学会 其实都是医务 做国际学会就是要医务 那我们在这个 现在有17个国家 在亚洲 其实包括以色列 美国都是 澳洲都是我们会 那这是2013年在台北 当初只是开一个国际会议 那这个 那没想到很多人参加 所以后来就在 第二年在双核医院 就成立这个组织 然后在一年 我们去就到瑞士去投建 所以我现在还有一张 瑞士的工作证 就是这个学会的秘书长 那我们投在这个 我们设在瑞士之后 又在伦敦成立另外一个 欧洲的办公室 所以大概目前的情形是这样 那接着就每年办国际会议 那夜办也好 到2015年在台南 大概已经在成大 奇美新楼医院一起合办 那大概已经有两三百个人参加 接着我们就到国外去 所以到越南海防很漂亮的去办 那个越南政府非常非常重视 卫生部次长坐这边 大概人数来了非常多 媒体也采访 那2017年我们就到吉隆坡 马来亚大学去办 2018年又回到台湾 在台中市政府 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就是三四百个人以上 那么2019年到胡志明医药大学 到胡志明去办 大概这样 那接着就是疫情关系 跟李富报告 就是两年没办法办 所以我们今年拼老命 一定要把它办起来 那这个办的时候 2020年要办全球的高峰会议 本来要在亿大办 结果因为疫情所以没有办 但是陈副总统 还有陈部长 他们其实都还蛮重视 这个会议跟这个议题 那后来去年10月 在中山一办的时候 赖副总统也到现场 做高峰会的支持 好 几乎最后一张 那我现在正在努力 要请这位同仁支持 今年10月看看 能不能来张宾办 那我们的会场 能不能国际会议 有很多外国人来不知道 但是有很多人是想来 包括印尼 很多政要也想来 那我们希望在10月下旬 10月底的时候 有机会办第八届的 这个亚洲健康势能学会的会议 那当然我们主要的目的 就是 推广 把健康势能 变成医疗人员 照顾病人的一个工具 这工具不贵 不是很昂贵 但是是要有个技巧方式 来协助病人 改善他们的健康势能 那目的是让他们接受医疗照顾的效率 更好 不会走烟网路 不会花烟网的钱 那整体来讲 对我们的医疗资源 也是会非常更有效 那以上的报告 再请这位同仁指教 谢谢 谢谢张伍修教授 他把这个健康势能 的一些技巧都跟大家说明 不知道各院区的 长官有没有comment 我先问一个问题好了 那因为刚刚张教授 有跟大家讲 那个五个step 应该是很浅显易懂 可以交给民众 我记得温启邦教授 也曾经对 症状病的 做了一些调查 他那时是46万个人当base 然后这个知道自己 有症状病的人 其实很低 只有3.5% 那我看看 刚刚那个世界上的 那个统计好像也很类似 那不过从那一个PPT里面 看到日本 其实就是这边 会有一点dissociation 然后日本的健康势能 好像很差 85%都不太好 可是日本是全世界 最长寿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不知道在这里面 是不是有更多 是值得探讨的原因在里面 谢谢李副 这个刚刚 因为我们也都觉得很惊讶 为什么日本东大做的调查 发现年纪大 不过他是针对年纪大的人 那意思就是不能够 把他宠害 把他宠坏了 小孩子该念书该游泳 该起来吃早餐还是要 不能够把他过度宠坏 他会变成虚胖 他可能不知道做健康出去 大概就是那个概念 就是说日本可能over overprotection 给这些有慢性疾病的老人 例行的工作 那有一天如果 比如说有一个护理师 个案护理师 他都每天早上会打电话 叫那个人要做什么运动 或者凉血糖 结果有一天他没有 这个护理师休假之后 那个老人就 就不去做这件事情 意思就是说 那个健康追求健康的实行的价值 没有在这个老人的脑袋里面 而是变成他忘了说 他其实是有人协助他 他才是主角 那个个案护理师是配角 是支持者 是秘书 结果主客意味 大概那个解释是这样 当然日本并不是 那个是其中一个东大做的研究 其他研究当然就没有那么差 不过跟台湾很像 但是台湾跟日本 有一个地方很接近 我们都是那个门诊次数 一年都是15次的 那我觉得台湾是 好像科技不错是 恶补出来 靠着很多很多的医疗的行为 健保的使用看病的行为 里面去补出来的 那不能说我们就一定赢美国 或者英国荷兰等等 我们是靠硬下苦工 可是这个苦工呢 未来我们有这么多资源 可以让他们用这个方式来做 这个是我比较认为 我们要小心的 因为像越南的医疗资源很差 健康市场不好 是因为一年看不到两次 这个看病 都没有时间去看病等等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还有需要在 我们就别人经验 我们也来回馈说 我们会不会有类似的问题 谢谢 张秀这边不知道有没有 长官有总裁有指导意见 总裁没听到你的声音 总裁你的麦克风没有开 张秀这边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总裁这边有留言吗 我当然要留言的 我们这次 开始开会 张秀就是要让一般的 亚健康的或者是 健康的或者不健康的 来这里玩 那我们利用他来的时候 来跟他问教 所以Health Literature就是 让一般民众接近医疗人员 喜欢靠近医疗人员 跟他互动 交朋友 而不是看门诊 看门诊 他要往紧张杨明 这是张宾 Hospite Care的观念 第二点 我们用的就是选举角头 去推动健康 适能的推动 选举角头 这个民国推动各国在选举 这个角头都有 这个最容易用的Valentia 两点 谢谢 也感谢 英明民国 让你刚才入港办 办这个大会 我们希望成功 谢谢 谢谢总裁的勉励 我想大家都很期待 今年10月底 这个国际的会议 可以在张宾这边举办 那我们再次谢谢张伍修教授 谢谢 谢谢